4月26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成就展在北京开幕,此次成就展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办,集中展示了中国1950年以来开展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丰硕成果。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王毅说,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事业走过了70多年光辉历程。 70年来,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守望相助,携手同行。 中国迄今已经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各种类型的援助,包括实施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的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 我们还为范重国家总共培训了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 王毅表示,三年前,中国政府宣布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为促进对外发展合作提制升级,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 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开展了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组提供了紧急抗疫物资援助。 现在,我们又克服自身需求大幅提升的困难,正在向80多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疫苗。 网易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念和原则。 我们坚持平等相伴,合作共赢,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我们坚持重信守诺,勿求时效,从来都说话算话,绝不开空投支票。 我们坚持聚焦发展,受人隐喻,把增进各国的民生福祉和增强造血功能, 作为中国援助与发展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建,在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原则基础上, 不断加强同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交流,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 王毅指出,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交织震荡,团结合作,共克时间,是各国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中国将继续朝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把自身的前途命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 开幕式上,驻华外交团团长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达和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分别致词, 高度评价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成就,祝贺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三周年, 表示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王毅同出席开幕式的各国驻华史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共同参观了成就展。